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彩绘 香蕉好吃且营养夫妇,这你肯定知道 但是香蕉皮的妙用你知道吗? 香蕉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水果 大家一般在吃完香蕉之后,顺手就把香蕉皮丢了 但其实香蕉皮中还有着比香蕉中更多的营养元素 例如血清素等 血清素是一种能够使人心情非常愉快 产生乐观情绪的营养元素 除此之外,香蕉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还有着非常多食用的地方 产乐确实是太可惜了 大家一起跟着视频了解一下吧 香蕉皮除了食用架子,还有其他的食用架子 第一就是缓解烧痒 我们先用茧子剪下一点香蕉皮 夏天呢,我们最烦的就是蚊子叮咬后的烧痒难耐 为了快速缓解这种痛苦 可以用香蕉皮在发红的地方轻轻擦拭 这样就能够防止红种处境愈合了 第二,去除猴子和治疗洞窗 预防洞窗 每年冬天都难逃动手的朋友 每次用热水洗手后取下一块香蕉皮 将香蕉皮内侧在手上进行摩擦 可预防冻伤 如果已经有裂口了 可以将香蕉皮直接擦在裂口处 连用数次即可治愈 如果有猴子的也是 直接涂抹在长猴子的地方 每天涂抹2-3次 一个星期左右身上的猴子就会自动脱落了 第三,美白牙齿 我们可以用香蕉皮来清洁牙齿 香蕉皮中富含甲美等多种矿物质 可以很好的被牙齿吸收 同时可以达到美白的效果 我们可以用勺子像这样 把香蕉皮内侧的直接白抹过下来 每天早晚两次和牙膏一起使用 连续一周就会见效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用香蕉皮内侧 直接涂抹在牙齿上 轻轻按摩揉搓一两分钟 然后等个四五分钟左右再去刷牙 像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预防牙斑菌的出现 就可以达到美白牙齿的效果了 第四,滋养绿脂 植物花卉在生长的过程中 肯定是离不开蛋鳞甲 这三种基本的营养元素的 蛋鳞甲可以促进植物多长一些叶子 而鳞甲元素则可以促进开花 保证更新生长的更好 很多人给植物补充磷甲肥 一般都会直接购买磷酸 二清甲溶液或者是花兜兜二号 其实我们也可以制作的 我们把香蕉皮切成小块之后 装入水瓶里边 然后加入清水 盖上盖子发酵一个星期左右 大家一定要记得一定要塑料瓶子 因为接下来我们就要让这个香蕉皮发酵 在发酵的过程中一定会有气体产生 如果是用玻璃瓶子的话 那很容易就会炸裂了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还是用塑料瓶的好 一个星期了我们看一下 像这样就可以了 里边有些略微的小气泡 这时我们就取里边的一勺左右的量 倒入一个喷饼里边 然后再倒入清水 把它稀释开 把盖子盖上就可以直接喷洒在 家里边我们种植的绿植上拉 用它来给各类开花植物 或者是蔬菜水果补充养分 甚至还能给多肉植物施肥 如果你家里边有种植番茄 草莓 茄子 辣椒等植物 一定要定期的给它们补充甲肥 就是甲元素含量较高的肥料 可以让植物根系生长得更加的健壮 更容易孕育果实 避免果实掉落 香蕉皮里边就含有非常丰富的甲元素 用来制作有机肥 简单有效 而且没有什么异味 当然 我们不可能一次就吃很多的香蕉 香蕉本身是不能够放在冰箱里面保鲜的 但是香蕉皮可以放在冷冻室里 冷藏起来 冷冻过后的香蕉皮可以储存很长的时间 后期取出来也更容易发酵 也可以让叶肥有效提前发酵完成 而且除了可以制成液态有机肥之外 我们其实还可以直接用香蕉皮涂抹在绿叶上边 我们都知道家里面的绿脂 不管是放在阳台上或者是哪里都很容易烙灰 那这样看起来就会暗淡无光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香蕉皮涂抹在绿叶上边 这样就可以看到绿叶变得有光发亮了 也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作用 这样看起来就生机勃勃的了 每天看到心情也会好很多哦 所以以上这些香蕉皮的小妙用 大家都学会了吗 还有家里面的银气用久了不亮了 不要着急的用化学制品去洗滴 用香蕉皮轻轻擦拭就能够恢复如新哦 记得收藏起来转发分享哦 这样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你给我点个赞吧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您也可以关注我 我是奥奥 感谢您的支持